無停胖了 然後我就繼續睡 不錯 我知道 這個禮拜超多六早的我到你 喔 我有聽到 你超多聽到很近 好 那個 我們進入流題 把60比雪繼續往下走 你們的作業要記得交兩張 到現在第一張的 第五張的時候還沒有拍 還沒有真的拿到手 就是 我之前有人 有人陸續有問我幾個問題 但是我還是希望說 你喜歡就交給我看一下 然後第六張的部分也是 看起來冠原應該是進度比較快 所以同學如果試一下有問題 再問一下冠原好不好 我會修復 多考慮一下 對啊 我剛才說膝蓋考慮舌律 有說 蛤 舌律後 我就在看的時候 舌律後 誒 冠原在你 怎麼算 然後就這邊 看了一下 然後就對了 然後 舌律後就說 這是 好嗎 帥的 早就這樣 用膝蓋講的 用膝蓋講的 我還以為你是說 你的膝蓋的高度比他 不要這樣 他霸在這裡好不好 好 那個 那個 我們就繼續往下 所以這個是 連銅管的部分沒有問題 還有那個 通理確定原理 就是講那個水壓的部分 不要 連銅管水壓這個部分 OK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回家了 他回家了 誰回家了 中午 OK 他是嘴的小小課 中午就走 OK 你覺得他到底為什麼還不在學校啊 既然都弄時間了 好 這個 好 這個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水銀 那個斜線的部分是水銀 他在水銀之後呢 倒進去的一些水 水的高度是13.6公分 你知道 而且這水呢 很重要是水沒有到這個 到這個中間裡面來 水都倒進去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因為水有水的壓力對不對 所以都把水銀壓過去 好 最後他維持平衡了 請一下 這邊的頁面 H 高度是多少 他比原來的頁面高高多少出來 基本 比原來的 比原來的高多少出來 水銀就命度是多少 13.6 對 水銀就13.6 他故意用13.6的高度來講 哦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想的 怎麼想的 怎麼思考 所以我們在看這些問題 通常就是說 你要去思考一下 他到底在怎麼去想這些問題 怎麼解決的 通常這是我們在解決問題的經驗 我們通常面對一個問題 不管你解決啊 不要想說只是解決 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你遇到不同的問題 你遇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通常說你要有很多很多 解決問題的經驗之後 你就會越來越有經驗去解決問題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練習跟經驗 你在看各種問題 因為你學了各種科目之後 越來越多 你的國音宿舍都很強的時候 你看到問題就會很深入去理解他 去理解他就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題目看不懂 或是他的意思不懂 或是他的問題不懂 或是裡面的物理還很不懂 當你都懂了之後 你要解決他 就不要來幫你解決 遇到這個問題你要怎麼解決 你剛剛講的什麼話 沒關係 蛤 學的密度是一個 對 學的密度是一個 是 Low 對 Low 就是Low 打也是用Low 지를開我看到 哈哈 我沒有開Low 我只開Irena 你要刷斷屎 啊 你要刷斷屎 我沒有刷斷屎 要是被我開拳 要是被我開拳 你在做莫肯嗎 在寫著牙 我在想他 我在想他 在想到今天我開始 我開始提供 你要想这东西就是要净平衡 净平衡就是说你要算他所有的利益都平衡了 所以你接下来当然要算最简单算你压力 压力也是要平衡 平衡就不会移动 左边跟压力是一样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移动 简单来讲哪个点都是一样 什么是G啊?G是中理加速度 前面讲说水压 水底下的任何一点 水面下的任何一点的压力就是Loggh 就这样 Loggh 你不理解你可以先看他题目 如果看他题目的解答方法不理解 我们就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OK 那这样哪里去理解好不好 那我们要懂学会一个东西最简单的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懂就问不懂就问 那是最快学会的方法 那大部分人都是在这边失败的 因为他不好意思不想问不敢问 所以就没办法进入 所以你说 我看过咱们的H加H H加H 一开始呢 好 我们看一下 一开始假设这是水的高度 好 等一下他那边跑回 等一下 5 好 同学 你在按摩的 嗯 这样怎么看 太亮了 好 这样太亮了 13 12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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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这边的水管 这个连统管 对 好 假设一开始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的意面在这边 好 那我现在呢 这个意面被压力这么多了 这个意面跑到哪里 这边 就跑到另外一边嘛 对不对 对 那我跑到这边的时候 可是我的四上这边的高度在这里 所以意思是我这边跑下去了 我会从这边跑过来 对不对 那这上面填中的是另外别的东西 好 这个我新加入的东西可以填在这里 所以我这个原来的意面高度在这里 原来的意面高度在这里 所以假设我这边往下降了H 我这边是往上升H 所以这两个高度 这个压力等于这边新的压力 这个点上的压力 跟这边的压力一样 所以这高度多少 是2H 这样东西 它被压下去H 它会在那边长出H 所以它的高度 这边所具有的高度的点 就是两个H 这边高度的点 全部由新的液体所填充 这是新的液体在填充它 对不对 所以它算新的液体的高度就可以了 叫做大H 这大H跟新的液体 它形成一个压力 会等于我这边 这两个H所形成的压力 这样子 有问题 这样有问题吗 这些什么了 算好了 算好了 没问题了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你要想说前面 什么转动关亮 充量啊 充量啊 先把他丢到一边 对先丢到一边去 不要再想说 因为我这个 那个不会做这个不会 没有关系的 那个归那个 这个归这个 好不好 这个我们前面在解了 这个实际上是有上第二次课 第一次课我们在讲什么 第一次课我们在讲说 水压怎么酸 那他酸的水管 对不对 那我们在讲 你有一瓶是不是 诶 诶 那天有人在摄影吗 问一下 那我们在摄影子吧 那我们在摄影子吧 这不能接招都抢脚 那个 那个 ok 然后我们有机会再摄影 但是 好 我今天中午 要跟各位先抱歉 今天中午要准时离开 所以 那个 12点 我有今天我要去 接我妈妈 他们从日本回来 我要去接机 所以实际很赶 所以 我要准时离开 所以我们 哇 这里可以找下课 这没关系 大概大概 大个小时 或是提早5分钟 准备下课 那我们就要提早10分钟 开始摔摄 好 我们等下看看有没有时间 我们再去拖地摔摄 没关系 好 这一点问题 手没有你了 手力太大 所以 这个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在水底下 这边有个点 这边有个点 我们说 我们这边的 压力就是 LOWGH LOWGH 这边的压力是LOWGH 这边的压力是LOWGH 2H 这当时LOW1 LOW2 这LOW2 是水的 这是水瓶 差别在这里 所以这边所水瓶形成的压力 跟水形成的压力 会在这边平衡 这样子 所以它液体就不会再甩动 好 那我们往下走了 那气体压力是怎么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气体压力是什么 气体压力怎么形成的 怎么会有气体压力 空气有重量 空气也有重量 空气本身也有重量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所承受的大致压力 都是来自于空气 空气的重量 那空气的压力到底有多大呢 以前没有人会算 对不对 直到脱离确定 它想要有个方法 他也是不小心做实验 那时候的人也是不小心 不知道水瓶有毒 所以他不用水瓶做实验 脱离确定 它那个很长很长的管子 他把水瓶 先装满了那个管里面 然后把这个管子给立起来 立起来发现 当这个管子 不管是我斜棒或直棒 我这个垂直高度都只能 在76公分左右的位置 而且这中间什么 真空 真空 真空表什么意思 没有空气 真空表没有空气 他怎么知道里面是真空 为什么知道 这个好问题 他那时候也不是他 我在猜他没有知道是真空 但是这是想像的嘛 他这个是密合的管子 他本来填充管的时候 譬如这个管子 填充都是里面 都是水瓶 对不对 我慢慢举起来 这高度还没到76的时候 都是水瓶 当我举到 这一点是76公分之后 往上举的时候 这边突然变空了 水瓶滑下来了 那请问这里面会什么 会有空气吗 科技会有空气吗 它不是装满的吗 怎么会越来越傻 怎么会越来越傻 对 所以那时候 大家想 应该不是会满满的吗 一直都满满的 你经验上是满的 当他去思考 我们这两点的压力的时候 这三点的压力 ABC三点的压力的时候 你发现说 那如果说这边还是满满的话 表示到这个A点跟B点的压力 还是平衡的吗 可是就算这边空了 这边还是平衡啊 这边还是要平衡啊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那我这边水瓶所产生的压力 在B点的压力 在B点的压力 就等于A点 得到的压力 那A点是给谁给它压力 空气 空气 懂意思吗 就像我们刚刚那一题问题一样 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看到了 这一点的压力是谁 是这边的水 对不对 是让它一个空气 还有一个压力给它 还有什么压力 空气 还有上面的空气 上面的空气是要给它压力 那这一点来讲 上面空气我们给它压力 也是有嘛 所以像这两边空气压力是一样的 你当然不会说 因为差这几公分有影响 因为空气的压力是 是几十公里啊 五六十公里 一百公里的压力 气体压在你身上 这才能够是全部压力嘛 你当然不会因为这几公分的差别 压力就有改变 所以这两个空气压力 基本上可以像是一样大的 所以它只差别在水的压力 跟水的压力 对不对 可是到这个题目来看的话 当你的高度够高76公分了 而且里面放到水银 因为水的密度很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压力已经很大了 所以这压力就有机会 跟空气压力一样大 因为这里面是阵风嘛 那你想这阵风的宝突外 不是有大气吗 这大气不是可以压在上面 上面不是有大气压力 会不会 有没有 压不进去 因为它压在这个玻璃管上面 所以对里面的液体没有影响 所以这液体上面有没有压力 是没有的 这液体上面是没有压力 所以只有这边是有大气压力 所以这边大气压力 压在A点上 跟这边的水银 压在B点上 还有这边的水银 压在B点上的压力 是一样大的 OK 是一样大的 所以那就可以知道说 哦原来 大气压力多大 76公分的水 76公分水银所造成的 76公分高的水银所造成的压力 是一样大 所以我们通常会讲说 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开始定义 大气压力 等于76 有人这样写 76公分Hg 我们会这样写 76公分Hg 就表示说 我们76公分的水银 76公分的水银驻高 这是一个鞋法 那我们才理解 那你如果转换的话呢 它可以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760 转换成760mm 转换成760mm 所以每一个mmhg 这就是一个转换的意思 就是转换 转换 转换 我不知道转换的意思 反正他就是用 转换 转换的意思 有可能 因为他发现了 所以760的部分 就是叫做一個單位 1mmHg 就是一個Tor 那這東西又可以換成 1033.6 CMH2O 這怎麼來的? 用水作的 你說 CmHg 那個是一個 就可以算是一個單位 而不是一個算式 它這個單位沒有錯 就跟這邊的CmH2O是一樣的意思 Hg是水銀 Hg是水銀的化學符號 我還以為是高清重力 它這個是水銀的化學符號 Hg是拱 這是水銀的化學符號 那這邊的1033.6 CMH2O 就是剛剛加好響 是水 我曾經在整文的時候 那時候上課 因為我們在找一個高度 我說確實我們來證明一下 1033.6做得出來做不出來 想像中 我如果一個水管夠長 我如果一個水管夠長 我應該可以把水裝滿之後 倒過來它上面會 水會掉到 就是1033公分左右 也就是10.33公分左右 也就是10公尺.33公分 但是很可惜 那時候我們在人文沒有10公尺高的樓 我沒有那麼高 我們那屋頂最高 我們三層樓 三層樓 三層樓最高也才9公尺多 不夠高怎麼辦 去一直 就頂樓啊 欸太危險了 那我怎麼做你知道 我就用糖漿 我不是用水 我把那個水 就是買糖漿 那糖漿的密度 它1.2左右 所以用糖漿 1.2 1.2 1.2的密度 的糖漿 就是它高度的 我大概要8公尺 對 8公尺左右 所以我就做10 就拿一個水管 我裡面裝 糖漿 9.8公尺的糖漿 你記得多啊 就是買一桶糖漿 那一桶糖漿 裹糖大概只有多少錢 200多塊錢 那是它清 感覺就很噁心 呃 就水沖了就好 然後我就把它染色 我去把它染紅色 不要那麼光彈 因為糖漿是白色 透明的不能光彈 就把它染紅色 就用吸管 我要去買個那個真空胖骨 用個真空胖骨 從上面抽真空 先把那個 抽很久 抽到那個整個管子都滿了之後 你把整個管子從那 然後頂頭去 一端把它塞緊 放下來 果然那個 就掉下來 中間又有段子真空 那真空 真是把那個整個水管壓扁 太好了 壓扁 因為它 我們不是用玻璃管 玻璃管的話它應該也撐出那個空間 那它是軟的 其實那個水管硬很滿硬的 就像我們之前樓下那個做點 透明的那個塑膠管 實在還滿硬的 可是它整個就被吸扁了 所以上面確實是真空 所以那個陸前 陸前 那時候做什麼 學校頂樓也不夠高 我們也不夠高 我們這更矮 我們這更矮 我們那學校是三樓 我們這三樓 六多 六碗 六碗 六公尺 再用一些更大的 用什麼 密度更大的 密度更大的 密度做不出來 密度兩天很高 做不太出來 老師它就算不完那個 是寫的也沒問題嗎 寫的也沒問題 那你去山上做 山上做 水放在你腦 可以啊 可是就是 會變得很難手做 對啊 從山上 你把水管丟下來 要丟很深 你還不太好丟 其實還有一個方式 是我們 用船的 用船 用船的 用船的 把那個就是有人往下走 那走下來 或許可以啊 可是你要找到一個高度差 十公尺 確實不太容易 不會啊 後面 後面哪裡 那要坐上旁邊 瞬間十公尺 那你要往上走十公尺啊 對啊 那大概有 快七十度吧 瞬間十公尺 OK 好 好 突然十公尺 這個很猛 有這個 突然十公尺 我們找個 找個長一點的水管 大概有 二十公尺水管 可以坐這邊 二十公尺水管 把它裝滿 一邊塞緊 二十公尺水管 要幹嘛 笑不掉啊 沒有啊 就是做實驗 你就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實驗 那用完之後要幹嘛 沒有啊 水管 水管還可以拿來甩啊 可以甩 哈哈哈哈 你也甩得起來 有時候我跟 帶一隻小朋友去游泳池玩 你看就拿那個水管 這樣吸 這樣甩 水就用得滿 因為就在水 游泳池裡面 然後水都甩不完 一直甩一直甩 都有水 最近 很久了 小時候就帶孩子去玩了 對 你說什麼 對 工作耶 不玩水啊 沒關係 下次可以去冬奧冷泉 也可以玩 冬奧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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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奧冷泉那水還蠻好玩 蘇浩冷泉都封起來了 蘇浩冷泉有個公共的 冬奧冷泉 都封起來了 真的嗎 都不給進去 冬奧冷泉還OK 你小時候 那現在冬奧冷泉應該是開放的 蘇浩冷泉應該是開放的 因為蘇浩冷泉就是有公共的 我說現在的空間 我前幾個月就去冬奧了 那是回修吧 那應該是 現在是他們相公主在管 蘇浩相公主在管 好 接下來看 好 接下來看 這個是水 水是1033.6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GW 它本來是公分對不對 你可以改成 它是在1平方公分上面 對 它換算成這個部分 就變1平方公分了 我們來想像一下 假設我們現在是1平 我們現在是水 可是它是球型的水管 它要怎麼 球型 它是 同學 同學 這沒有關係的 你看 這邊的面積不管是多少 假設是A 那A呢 我們用的是 這邊是多少 1033.6 你都沒告訴我 不見了 1033.6公分 的水 所以我們 這邊的壓力多少 是不是都GW 沒差 沒差 跟A無關 所以你的面積算大或小 那最後就除掉了 但是我用公分 就不用公分為單位 所以1平方公分的水是多少 它的Low是多少 是不是 125公分的水 然後Cm的38 對不對 乘量G是什麼 以公分為單位 G是多少 1 G耶 不是喔 G本來是多少 980 對 G等於是980 但是它這邊用客重 客重的話 我們就不用去乘量G了 懂的意思嗎 客重不用乘量G 懂的意思嗎 重嗎 我剛加好重沒頭了 不是我剛有想到那個 我現在重過去 我現在這樣不行 客重 1公斤 1公斤 1公斤跟1公斤重哪裡不一樣 1公斤重是力 1公斤重是力 1公斤重代表幾牛頓 1公斤重代表1年多 代表9.8年多 9.8年多 簡單來講 公斤重跟公斤的不一樣 公斤 公斤 代表的是質量 質量1公斤對不對 1公斤 1公斤W 1KGW 代表什麼 1公斤重 這是力的單位 力的單位 它代表在地球上 在地球表面 1公斤所受的重力是多少 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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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斤的物體 在地球表面所受的重力 才能有懂的意思嗎 我知道這個 我知道 好 所以當我們1公斤重 它所受的重力是怎麼 1KG 再乘上G 這G是重力加速度 頭又Lag掉了 然後收一個DIRP DIRP 根本DIRP 什麼是DIRP 就是那個 暴走媽媽的那個 焊塑膠 就是這樣 OK I don't know 1公斤乘上重力加速度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牛頓對不對 這是MG 也就是我們講的 F等於MA 所以用的單位是牛頓 所以這哪個多少 9.8牛頓 所以9.8牛頓 就是1公斤重 他兩個都代表是膩的單位 同樣的來講 1克重 1克重呢 0.098牛頓 或者是 0.098嗎 0.098 那我猜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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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1克重 OK 1克重呢 0.098 對 對 對 這邊等於 0.001公斤 對不對 嗯 對 那908等於什麼 0.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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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頓 OK 他的這個 中璧加速功能 回去呈他 直接寫1kg 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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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事實上不需要換算 因為它這邊如果用刻重的話 刻重可能是立體浪費 所以它不用換算 所以在這邊來講 你看 它這就是等於1033.6 刻重 除上平方公分 所以 所以這部分我們G就不成了 我們就像H 是1033.6公分 對不對 所以這是刻重 所以等於什麼 1033.6 刻重 除上 面積約掉一次 ncm 平方 這是這個單位 就這樣來的 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樣換算呢 它這邊在做一支換算 等於這麼多 1033 它是水的 易度去換算出來 對啊 1033 因為水銀是13.6 它的密度是13.6對不對 水是1嘛 所以你13.6是讓你把76 乘上13.6 會點什麼 就是1033 在這邊 76 乘上13.6就是1033.6公分 OK 這是一樣的意思 現在一直lake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電腦不用休息 好 一定是問題可以提 謝謝你 好 所以 所以在這邊它其實還往下換算 它換算成牛頓 牛頓 牛頓呢 事實上這個單位就是帕 它再換算成8 8的意思 8的意思就是死了五十包拿掉 就變成8 所以 這個8的單位是我們現在比較 其實也沒有常用 我們現在比較常用是蕎8 蕎8比較常用 所以現在你看那個氣象圖上的壓力 他說我們現在多少蕎8 蕎8就是用這個 那擺帕是嗎 擺帕 擺帕是這個 你看嘛 這個單位跟這個單位才會 蕎8就是 就是擺帕 我意思 擺帕就是蕎8 一樣的道理 擺帕就是蕎8 是一樣的意思 OK 有問題 這只是一個壓力換算的單位 你們用不同的方式去換算它 這部分 應該是要變成一個作業去理解一下 好不好 你們把這部分的單位換算 做寫一下 把它自己換算一下 你不要直接寫 你要問問它怎麼來的 它層上誰 層上誰 重點是你看它的單位就知道 重點在這一半 在這一半 不在這一半 這一半只是說把它變成一個 帕的定義 把它變成一個 帕的定義 好不好 這部分 重點在這一半有單位的部分 這一邊只是把它轉換 這個nt 除上m平方 就等於帕 這是一個轉換而已 帕就是這個意思 這兩個是差別是乘上9.8 10333 因為它換成了牛頓 對不對 這是克重 它從克重換成牛頓 好 差一個重力加速度 好 那個 我在 我最近在試用的東西 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現在網路很好 老師 好 你們有看過一個叫做Classroom的東西嗎 嗯 可以看一下 三星國中有一個網路名的叫Classroom 叫什麼 Classroom 但是這部分是這樣子 這其實是蠻有趣的 像DNA已經可以變成數據庫 已經有科技在研究 而且他們確實已經成功了 就存進去轉回來 19-1895年的法國定義 但是這部分花很長的時間 要花很忙做轉換 但是未來慢慢的 他們估計10年後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以後這邊人體也可以 自己裝一個那個 比如說這一片就是那個 可以儲存 然後到時候你要 這個儲存店 然後進去然後掃 你以為存進去 就一天讀出來不用設備 這裡就是做設備啊 那你設備怎麼讀 裝在大腦裡面 搞不好以後 我們的記憶就會變得很強 這個其實我們現在在做已經有才用 但是實際上 我會塞一堆其他 有點困難 好這是我的開始 我現在的意思 因為現在之前 以前Google Classroom 他只開放給學校使用 那現在已經開放給個人使用了 那個人使用的話 我現在這部分會把 作業什麼的 盡量就集中到這邊 就不用像這樣 成一個社群 所以你們 我現在 這是 一問選擇 因為才剛開始用 那我去邀請他們到那邊加入 我當時會開那個 高中物理的部分 作業啊什麼都盡量就放在上面 那大家就可以直接去讀它 會比較方便 欸老師 欸 你說 你說 到時候 你剛才說那個公司是什麼 我記錄一下 這樣去第二天上 是啊 對啊 其實這個公司是未來的趨勢 我們不知道待會發到什麼程度 但是我覺得是很有機會 那這個部分你可以用一下 我到時候傳一個那個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課程名稱 它其實是課程代號 拒絕 這是一個 像這是國中生物的課程代號 那我課程代號給你之後呢 你可以在那個 課程這邊去做加入 你可以加入個課程 就要加入某個課程 那我課程代號 加上課程代號 就可以加入 國中生物的課程 那是誰啊 沒有那是我自己在測試 那是我的帳號 所以現在是禮貌的 不會啦 就在測試啦 那我覺得它可以做一些 有趣的事情 那我現在其實像 最近有看Google 有蠻有趣的 他有什麼特別的功夫 他有什麼特別的功夫 他可以把一些相關的教材 集中在一起 他跟文件一樣 他跟文件一樣 但是你可以譬如在這邊 假設你進入這個系統的話 進入這個Crestman的話 你可以註冊很多人的課程 假設很多 像Protero很多的課程 他那個人大康 他可以在這邊做集中 所以像我自己本身來講 我可以註冊別人的課程 像我這邊 這是我開的課程對不對 我可以註冊別人的課程 所以我可以同時間 你就有很多課程 你可以掌握他 那他會直接交你行事例 假設我這些課程有行事例 他直接交你行事例裡面去 你會直接做整的 他幫你度過整個整個在一起 是還蠻方便的 我自己也是覺得還可以 像你要點進去之後 我這邊會有一個資料夾 那這資料夾就會放所有課程都在裡面 對 就是整個整個在一起 那像我昨天也來測試一個東西 是用路過錶單做考卷 所以這台蠻方便的 這是車椅題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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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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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好方便喔 他這樣做就好 欸 我有看這個 科技 Google Google跟Busk 就像那個魔鬼衝鷲 那樣子的 這都是 對阿 對阿 因為他說其實 他說不方便 透透是哪個公司 總之他們有在做汽車 對阿阿 他就說 那個他們的AI 據我所 就是他 據他所知道 已經超過了 我們人類目前也想像的 他的那個能力 其實你要想阿 因為他說只要AI一啟動 放上那個大數據 他說他想去 他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但是只有那個AI 到時候有智慧 但是這都是 這都是 目前來講 就是還沒遇到 可是Google現在已經有做那種 家庭 家裡 那種類似 對阿 就是超級 就是家裡的那種廣家 那種 對阿 智慧 然後他說 但是你要想如果AI被害的話 他可以 其實你想說這個東西 未來是這樣 假設我現在是Google的話 我的運用上是可以這樣的 就是現在開放無輪車 現在無輪車都可以知道 他可以比較快到 這是確實沒問題的 那實際上他有一個好處阿 假設我是有錢人 我就可以給你一個 其實給我一個priority 就給我優先權 然後 我今天要去哪裡 別人都在排隊的時候 我自動會讓我自己容易超車 就讓我自己人過去 或者是我在開的時候 別人一樣是在這個系統上控制的車 就會自動讓開 那種車 這東西其實有好處阿 比如假設 假設今天是救護車 他就是好處阿 救護車 對阿 救護車消防車我都可以說這動了 可是因為這東西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去限制它嘛 譬如說今天中冷的車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 當然不可以 當然可以阿 現在是可以的 有阿 現在一二三號都可以阿 但是你知道嗎 在很多 之前還有四號五號都可以耶 現在是 現在是 現在只有一二三的力量 一二三是甚麼 就是中文負責的行政院長 為什麼行政院長可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阿 這就很奇怪阿 可是之前是一二三四五 七八九十五 現在七八都可以阿 現在時間你想就可以 你說甚麼 為什麼他們可以優格者選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是啊是啊 理論到這不應該有這個特權阿 他為什麼他們時間 他們時間寶貴 我們時間都不寶貴 我們時間不寶貴 如果他們真的很激動 沒有因為出錢 他們應該自己搞出嘛 不是 不是 我記得之前是因為 那個美國總盟 被那個 就是 開車的時候 因為也是等無綠燈 然後就好像槍手 賣衣服之類的 所以美國就變成是 他們車隊不能停車 拜託 他車現在幾千萬幾億的車子 對啊 你先把那個 你都不用擔心那個 會被打 我也不知道阿 可是他們就是這樣子阿 現在簡單的講 是為了方便嘛 就是美國是沒有槍支 OK 今天是怎麼可以撕 有啦 只是美國有時候 他們可以撕了 你用槍支 台灣不行 所以不然我走 又不會有人隨便開車 只學而已 只在心學 就是當中 當中的人 某某人 145歲 好 我不認識他 所以其實我們在路上看到 總統的車要讓路 其實不需要的阿 但是也被警察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去給他撞 重力可以哭 不是阿 但是 基本上 紅綠燈都會被人管制 他不會給你這個機會 因為你 因為基本上他有車隊 他有警察 管制 在交通安全條例裡面來講 你交通安全的確實要受警察管制 但是他一定有把路的管制下來 就不能去侵犯他的動權力 所以都可以為了總統的車 那我 為什麼可以做這事 我們就不知道 對不對 現在各種說法 各種說法 那我們可以去 我不知道這有辦法去提這個 提那個 提那個 有什麼視線 就是 總統車隊經過的時候 去管 交通管制上 不讓我先 不妨礙人民自由 事實上是可以 應該可以請求視線這樣 但是目前來講 應該藍綠都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 不管哪一個人當總統 他都需要 他都會想要做什麼權力 對不對 對 對 垃圾 他是說垃圾不分顏色 他沒有說不分藍綠 垃圾不分顏色 誰說的 他不是講說 他是講說 真的藍綠 他在顯示了垃圾問題 他可以幫他燒 然後就 對 好像說垃圾不分藍綠 垃圾不分藍綠 然後就說垃圾不分藍綠 結果 一語雙關 好 在這邊呢 我們看一下 他其實在這邊我們知道這個空氣壓力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就 會對一些 想要做更多的探討 譬如說 譬如說舉個例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這樣的管子 這紙 就先把這紙拿去種 這上面有很多種子 我認為他會發芽 我潑水上去放著他應該會發芽 但是會發 會發 我覺得他會發芽 真的我覺得他會發芽 不知道小田嗎 你去試試看 對 這應該很有趣 如果他發芽的話應該很有趣 可是你要想 他一桌可能長出很多奇怪的東西 Fine 其實應該不會 主要是乳尾 他這邊主要是乳尾的長 然後這裡長摩菜 因為長高底菜 其他都是 其他是纖維他不會長 只有那個 種子部分主要是那個 乳尾的部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部分 他現在說 我把一個氣體A放在這個管子裡面 然後呢 這旁邊就是水銀 這邊是開口 所以他問你說 現在氣體A的壓力是多少 這個可以測得出來 這個可以測得出來 用Y的高度就可以了 因為他外面接了一個大氣壓力對不對 再加上Y的高度之後 他形成了氣體壓力 對方的一些壓力 所以他只要把兩個 兩邊等式給列起來就可以了 你看 他的C有封住 可是他前面AB也不用封 再講一遍 他的圖C啊 圖C怎麼樣 所以這是不同的結果 這是不同的結果 同學 所以你看到這三個來講的話 假設我們先不看C好了 C這部分真空 這比較特別 我們看A跟B A跟B都是開口的 所以從A跟B來看的話 氣體A 在A這個圖裡面的氣體A 跟B這個圖裡面的氣體A 誰的壓力大 A A的氣體壓力大 他可以把人壓出去對不對 你看嘛 C點這邊壓力 是不是只有氣體A 給他的壓力 那 以A圖 B點這邊的壓力 有幾個壓力 除了來自大氣壓力之外 是不是水銀有高度壓力 是不是 所以以這一點來講的話 氣體壓力 等於空氣壓力 接上Y的高度的水平壓力 所以 這個氣體壓力A有這麼大 那以B圖來看 氣體壓力 要減掉Y這個高度壓力 才等於空氣壓力 對不對 不是 氣體壓力要加上 要加上Y 才等於大氣壓力 所以水比較大 大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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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講說 A族的氣體A跟B族的氣體A 跟B族的氣體A 哪個壓力大 大氣壓力都是一樣大 A族當然比較大 因為他把它擠出去 這個A族 B族的這個壓力比較小 他把它吸回來 你可以這樣想 這個問題 因為你想這邊如果真空的話 這邊如果真空的話 這邊如果真空的話 你認為這個Y應該要多高 才符合 這邊如果真空的話 Y要多高 76 76對不對 應該要76公分才有可能 像這樣 那邊76公分 不管這土是不是76 所以必須76才符合 那他不是真空 所以他也是76 他實在是有壓力的 那壓力比76小 所以這邊高度比較小 確實他高度壓力 但是壓力一定不等於大氣壓力 或者你放個角度想 假設氣體A目前提供的壓力 跟大氣壓力一樣高的話 這Y點多少 0 沒有錯 所以他比大氣壓力大的時候 Y會怎麼樣 是往下走 Y變負的 所以他現在比大氣壓力小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同意嗎 所以這邊的大氣壓力 是比 這邊氣體A的壓力 是比大氣壓力大 這邊氣體A的壓力 是比大氣壓力小 OK 沒有問題 你都在睡著 你看他睡著 你要在聽 你有在聽 你有在聽 好 OK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這樣 這邊是真空 這邊是真空 剛剛我們有說吸毒 這邊是真空 所以簡單來講 氣體A的壓力等於哪裡 Y 等於Y 之後清晨的水 因注壓力 等問題 沒有問題 確定沒有問題 好 我自己好像有做一個實驗 它還有一個很高很高很高的吸管 然後它就像一個鍋東西 是 然後這樣就是 吸上去 它這樣可以吸多高 對 那跟我們剛剛在講的意思 等一下 我如果拿個10公尺的高度 然後它是往上吸 可是我這樣 不知道吸多高 就是一樣啊 10公尺啊 103.6公分啊 我這樣好像到那邊 就點一個上去 是啊 這是理想詞 但四上詞 沒辦法上去 那個之前要做什麼 怎麼吸上去 它用真空暗 但是它就嘴巴吸 嘴巴吸很難的 嘴巴吸的高度 不能吸那麼高 因為你 能夠形成的真空 沒辦法那麼大 我們這是我們人的系統 人的系統 不太能形成的 讓大家講不清楚 你吸的時候是真空 你吸的時候是真空 不太可能 對啊 一樣的道理 你向外吸 你這樣吸進去 它一樣是 假設你口腔可以形成真空的話 你一樣內部的空氣會跑出來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夠細什麼意思 吸完夠細 蛤 就是它那樣子 比較細 不要東西吸上來的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毛細線這樣 它能夠形成那個壓力整一點點 它頂多兩公分 有一公分 就說那個 就是要不會這麼難吸上去 就是不需要那麼大的力量 把它吸上去 這個我就不敢講 我覺得是一樣大 我覺得一樣大 一樣大壓力 一樣大的吸引 但是 我倒是沒有想到毛細線上對這部分 因為我想不出有什麼樣的反應 就是毛細線這樣 對 它有沒有可能說 我就把油肋被那個毛細管 然後 結果它很長很長很長 對 按照目前水在植物裡面的輸送 確實他認為說 我們水是因為它上面震撼的效果 讓它水形成一個類似一個連續體被拉上去的 可是這部分我覺得 你用人類的方式呈現這樣的結果 目前我沒有看過這樣做出來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確實有用的 對 比如說你現在拿一張衛生紙 你去沾水吸 你認為它可以吸到很高嗎 它要吸到最高嗎 可以吸10公尺高嗎 我不覺得可以啊 可是它植物都不上去 對 這個部分是 它裡面是有說 我們剛好上到第四站上 它裡面說是說增盪效果的時候 它每個細胞跟每個細胞之間 它把水變成一個連續體 所以這連續體靠水的內聚力的關係 把它帶上去的 可是目前在講 我應該 我覺得這部分應該要有一個真正的實驗來做 就是說 我要做一個很小很小的管 這管不是只有我們講很細的管 叫做細胞那個感情的毛細管 然後在上面再做增盪效果 看它水是不是在那邊帶上去 否則我覺得那部分我不能震 我覺得不行 就是說 或許換個角度想 我們假設有辦法找到一個藤蔓 藤啊 藤的長度超過10公尺 15公尺長的藤蔓 我一樣把它進到水裡面去 好 那上面葉在增盪的時候 它是不是有常常把水帶上去 如果有可能 那我相信是 這樣就對了 那如果帶不上去 事實上這個說法還是有帶上去 我覺得現在比較可能只是靠 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 滲透壓 就是因為我這邊水增盪之後 我這邊變成 那個濃度高嘛 所以它從別的地方再把水擴散上去 把水擴散上去 慢慢來 這樣 等一下 什麼事 手機打坐 幫你拿 幫我拿